高雄市即将在下周进行新就任市长交接 内里市长徐立民回顾过去12年来 从幕僚转换到首长身份的日子 他有感激也有期许 他说面对民进党执政败选虽然心情沮丧 但是还是尊重人民的选择 也期待新市长能延续重要的施政愿景及价值 让高雄继续前进 更多的访谈内容 请您锁定12月17号 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幸福按个赞 距离卸下代理市长职务的日子还有几天 徐立民在接受幸福按个赞节目专访时 首度谈到高雄市长选举变天的心情 他说虽然很沮丧 但是尊重人民的选择 自认为可能做得不够好 所以期待新市府团队上任之后 能够弥补目前的不足 延续重要的施政愿景及价值 让高雄继续前进 讲到选举的结果 当然还是令人 我个人还是有些沮丧 毕竟选举的结果 的确跟我的想象 我的期待其实是有落差的 但是这毕竟是高雄市民的选择 我想这一个 也是台湾民主跟自由可贵的地方 我们都必须要去尊重 代表我们做的速度不够快 我们做的其实还有很多检讨的空间 但是我相信其实让高雄从一个重工业城市 转向成为一个产业均衡发展的移居城市 我想不管是哪一档的候选人 就是未来新的市长 我想应该都会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当然也忠心的期待 未来的市政府一定要做的比我们更快 一定要做的比我们更好 回顾在高雄服务的12年岁月 许立民从幕僚单位转换到首长 人事命令一次到位无缝接轨 更没有蜜月期 他坦承压力一度大到爆 体重直降8公斤 因为肩负花妈市长交付的责任 他每天都提醒自己坚持价值 莫忘初衷 不过压力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以前担任幕僚的时候 如果讲的直白一点 天及时塌下来 有菊姐顶着 特别是你担任一个决策者 当你在下决定的时候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样的这个计划跟施政 都获得百分之百每一个人的满意 一定会有一些人 他是对你的做法其实是不满意的 压力产生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做一个符合市民权益的 这样的一个决策 其实那一个压力跟我们当幕僚 去的这个位置上面 其实那个压力的感觉真的是很大 代理市长任期即将届满 面对大家关心他的下一步是否有规划 徐立民笑着说 自己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 所以很喜欢运动 希望卸任后能好好的休息沉淀一下 也想陪着太太搭火车来一段轨道之旅 还有更多徐立民对高雄的情感谈话 请您锁定在12月17日晚间9点播出的 幸福按个赞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